穆德黑的安全會議上面 王毅代表這個像是中方已經表達立場 就是四個字 勸和促談 可是這個勸和促談 現在似乎是進入比較 更實質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背後是因為要應對說 美國想要通過削弱俄羅斯的力量 然後來進一步削弱中國大陸 以至於牽制整個歐洲 然後主導整個印太地區的 這樣一個盤算嗎 韋恩你會覺得 我感覺如果純就軍事講 那個布林肯跟王毅都在畫紅線 譬如說布林肯就直接指控對方說 你提供致命武器給俄羅斯 所以提供致命武器就是紅線 對可是什麼叫致命武器 因為剛剛孝偉兄說軍糧被砍到 美國現在也指控你給瓦格納民兵偵測設備 那如果是做終端武器的領主艦呢 那算不算 看你怎麼定義啊 對啊 我認為美國一定會理這個清單 比如我舉例啦 中國已經賣給 俄羅斯的民航公司領主艦 那當然也可以轉用到軍品 那美國可能就會這樣定義 我認為到時候他一定會做一個清單 而且像昨天我們也提到像無人機 民用改軍用那算不算 對啦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在這裡中國會非常小心啊 因為他知道美國的意圖嘛 就是把你推到俄羅斯說你跟伊朗啊朝鮮 四個國家都是邪惡軸心啊 美國就是要考這個嘛 所以中國一定會非常謹慎 重軍備絕無可能啊 那個導彈也絕無可能 所以在這個關卡上 就是中方趙偉恩的研判是會非常的謹慎 可是中國也在畫紅線喔 他在慕尼恩安全會議公開 中國的紅線是 他講說不能打核戰 不能打核電廠 不能搞生化戰 那請問核電廠跟生化戰是誰在搞啊 可能就是恐攻啊 那恐攻的一定是烈士那一方嘛 他當然就是 比如說克里米亞大橋是怎麼斷的 當然是烏克蘭幹的嘛 那核電廠 趙波羅者這個州 目前烏克蘭是控制的 可是核電廠是俄羅斯控制 那烏克蘭就看著你控制核電廠嘛 那這是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所以這句話特別針對烏克蘭 當然是他在畫紅線嘛 那因為王毅也見到了 烏克蘭的外長庫列巴 烏克蘭還是很客氣喔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 雙方都期待中方能夠做個調停 中方的思維 剛才委員有一個深入的分析 永鳳老師怎麼看 同意嗎 因為我不知道耶 但是4月的時候 習近平說不定 要到俄羅斯去訪問 所以 所以現在3月都還沒到嘛 所以我以前也說過了 5月的G7會不會開也不太曉得 那不過已經有這樣的計畫 所以表示有想要做什麼 因為主要是因為外媒也報導 王毅這次去莫斯科帶了一份和平計畫 然後也為您剛剛提到 習近平訪問莫斯科做準備 另外就是烏克蘭方面看到了那一份和平計畫書 也說內容當然是他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雖然態度是客氣的 但說你怎樣的話也是我們是做不到的 沒有辦法帶來和平了 但是如果從7級方面來看的話當然要努力 否則在這個時間點上4月當然狀況怎麼樣不知道 已經宣布或放出消息要到莫斯科去訪問的話 表示中國想做什麼嗎 而且是正面的那一邊 而且另外一個大概也是您想問的 所以中國還是站在俄羅斯那一邊 否則今天拜登是去烏克蘭訪問 所以習近平去莫斯科訪問 這世界就分兩邊了 但是分兩邊的一邊 美國看的另外一邊是俄羅斯中國北朝鮮 如果硬要加的話就加上伊朗 邪惡軸心合在一起 這讓在美國的立場講的話不是我講的 邪惡不是我講的 但是基督教的世界就分邪惡跟不邪惡 就哈利波特跟弗蒂摩兩邊 哪一邊是哈利波特自己想 哪一邊是弗蒂摩自己想 這樣的狀況底下 眼前是僵局 要怎麼突破想不到 但是你知道馬上2月24號就是了 戰爭要滿周年了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 那個歐盟可能會對出第一次制裁 就是經濟制裁 但是這個剛發生這場戰爭的時候 你還記得嗎 其實這個戰火大家說 對北約的團結是有幫助的 要催生了這個德法團結 但是呢 有句話是 不知道能不能應用在這邊 久病無孝子 久戰無盟友 所以呢 現在你說歐洲為了各自的利益 包括能源的短缺 還有包括軍援 誰該出什麼樣的武器 甚至對戰爭的態度 現在都不太一致 夏宇聰覺得說歐洲 至少歐洲的部分的話 您看能夠持續的團結整合下去嗎 其實我覺得歐洲 在這個俄烏充足上來講 他們其實最尷尬的地方 為什麼 當然從意識形態上來講 因為其實他們長久以來 都是跟俄羅斯 在那個華約跟北約上 因為過去那個俄羅斯 背後的蘇聯是華約的頭 所以大家在雙方 在意識形態上來講 一直是爭鋒相對 那到現在好不容易 你今天俄羅斯 自己把自己陷在這個困境裡面 所以對所有西方國家來說 這個時候不如大家一起 各丟一塊石頭下去 更帶核實 但是你說 現在這個問題 對於俄羅斯 在烏克蘭之間的問題 雙方陷入一個消耗性的持久戰 而且顯然 因為畢竟俄羅斯 他畢竟過去之前的GDP等等 其實表現都比烏克蘭好非常多 說真的 如果這次不是有西方各國這樣給烏克蘭輸血的話 烏克蘭其實早就玩完了 這是真的啦 如果不是有這麼多西方國家 一直給他不停地這樣輸血下去 這個國家早就玩完了 那其實現在烏克蘭消耗的這個程度 遠超過大家的生產量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給我們的武器 什麼也都delay或幹嘛 這個顯現得非常明顯 所以就烏克蘭消耗勝距 然後不是大家能夠用救急的方式來彌補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歐洲的這些國家們哪一天給到自己沒有東西給的 我覺得俄羅斯先生就要等這一天 這個順德您的話 就是說我幫 但是我一定有幫到一個底線 大概就不行再幫了嘛 對 委員覺得那個底線在哪裡 這個底線 底線就是美國說了算 講白了 這個沒有什麼底線 就是美國說了算 美國定底線 當然啊 因為我隨便講好了 鮑威爾坦克歐洲加起來有2000多輛 你現在才提供81輛 差遠 你也沒給他戰鬥機啊 你有給他長距離長射程的導彈嗎 沒有啊 所以就是美國說了算 講白了 到最後就是美俄要不要打仗 就是這樣嘛 好 永鳳老師您覺得非常棒的答案 就是美國 底線就是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對蔣介石集團的援助也是這件事 因為蔣介石集團持續不投降的話 現在當然這是滿後炮在看 對大家都有好處啊 蔣介石集團的最大的攻擊是不投降 他撐到了偷襲珍珠大 沒有錯啊 對啊 但是貪污腐敗的問題仍然沒有處理 國民黨喔 跟今天的烏克蘭是一樣的喔 所以戰後魏德邁將軍的太太出了一本書 完全在指控蔣介石集團 然後書名叫做失敗了的美國的中國政策 所以西方人一看英文 所以全部看他本書 所以把蔣介石集團全部當成貪污腐敗 要錢給你那麼多東西還不努力 然後來到台灣之後當然也有一度 採取中立政策 我不處理你了還好剛好寒戰爆發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寒戰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確實本來曾經已經放棄了 所以這個大家讀過書都知道 這樣回顧的話 今天大的來講的話 西方沒有辦法放棄烏克蘭 但是當然就跟鄭亮兄所說的 美國什麼時候決定放棄或繼續 二龍你剛剛講的就要很好 九戰無盟友 美國去年3月的民調 不惜經濟損失也要幫烏克蘭 57%要下來倒過來 59%認為經濟更重要 所以友情還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